你坐在机场候机室里等待你的航班 然后你看见他们穿着华丽的制服走过你面前 机师 他们也是帅气的代名词 当你在社群媒体上面 看到机师在数万英尺高空的自拍相片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了 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但可能与你所想的有些不同哦 1. 根据飞行时间表的不同 机师有时可能需要三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返家 环游世界很酷 但想象你得一直离开朋友与家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机师将亲人的照片放在帽子那里 2. 说到帽子 制服很帅对吧 但你要是偷偷闯入驾驶舱 那么你就违法了哦 所以请不要这样做 但想象一下你能偷看驾驶舱一下 哦 这么多发亮的按钮哎 你可能还会注意到机师没戴着帽子 并且穿着T恤 哎 他们不用帽子也能驾驶飞机好不好 他们当然也不想把意大利面的酱汁撒在上面 而这让我们来到了 3. 机师吃的餐点和乘客不同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机师和副机师都得吃完全不同的餐点 这是为了避开食物中毒的风险 航空公司不能冒着两名机师 同时吃到未经烹饪 或处理不当的食物的机会 因此他们想出了这种预防措施 你还记得电影 《空前绝后满天飞》里面 驾驶舱发生了什么事对吧 可能要请一位自动机师哦 4. 那么如果其中一名机师生病 或者需要紧急医疗的话该怎么办呢 首先 别忘了通常不会只有一名机师 所以另一名可以接受控制 此外机组人员受过急救训练 法律明定所有的飞机都必须装有 备用的紧急医疗包 如果乘客中有医生 组员也会很乐意地接受他们的帮助 5. 无可否认 机师就像超级英雄 但他们也是人 也需要睡觉 对于在大型喷射飞机上面的长途飞行 里面有个秘密空间 能让他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看看这个 它通常位于头等舱的正上方 组员爬上小楼梯后进到卧房 并且尽可能地小睡一下 当然 机师会轮流休息的啦 6. 如果机师需要离开驾驶舱休息 另一名机组人员必须进入里面 规定是驾驶舱内必须有两个人在 上厕所也是一样 什么 你以为他们不用上厕所吗 他们当然也会啊 7. 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 许多机师喜欢长途飞行 6到12小时 这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连续 所以一旦他们抵达后 他们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短途航班30分钟到3个小时很烦 因为机师可能整天都得飞 但话说回来 这样就不用面对时差了对吧 8. 作为一名经常旅行的人 我无法想象让时差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与工作相关的健康风险是什么 这种类型的轮班工作 与更高的心脏病发病率有关系 机师也必须注意保持水分 这同时也是一把双面刃 如果喝太多水 就会跑更多趟厕所 机师通常会尽量避免离开驾驶舱 但脱水和长时间坐姿 也会增加罹患血栓的风险哦 9. 但不用担心 驾驶飞机的机师都处于健康状态 他们必须每年进行一次或两次的健康检查 关于拥有两眼2.0 2.0的视力 真的 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机师要有完美的视力 10. 回到那件帅气的制服 因为它们太经典了 你有没有想过 它们肩章上的条纹是代表什么 和乐队一样 如果你看到一个条纹 代表是飞行实习生 两个条纹用于工程师或二副机师 在副机师身上可以看到三条纹 这是副驾驶或副机长 机长呢 则是四条纹 现在你知道咯 11. 你有想过机师是否可以在驾驶舱内听音乐吗 它们肯定可以 它们使用的耳机具有检测无线电讯号的双重功能 能立即使音乐静音 所以如果不会分散注意力 美国联邦航空局对于听音乐完全没有问题 12. 机师主要透过自动驾驶飞行 它们总是在起飞前检查它 也真的依赖它以及导航和通讯系统 尤其是晚上 想象一下它们在高空中的窗外能看见什么 可不是白云或蓝天或者一片黑暗 哦 这可不像开着车上高速公路哦 13. 但是就算电脑做了所有工作 也不表示它们就在放松 机师的工作不只是抓住控制器飞行 它们还需要监控机上的所有系统 从油压到燃料甚至温度 它们还要监看天气 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交谈 甚至进行极其详细的手写飞行计划的文书工作 我想现在正在观看影片的机师一定都在想 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啊 14. 这可能是你不想知道的问题 我们正通过气流 哦 实际上代表这架飞机正在经过乱流 但由于这个词往往可以引起乘客的恐惧 机师才想出这个聪明的替代词 但这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机师经常处理这种状况 对它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啦 15. 你想要知道为什么飞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降落吗 就像为什么我们要在机场绕圈 先不要害怕 也不用假设飞机有问题 机师只是在等待空中交通管制给的许可 机场是很繁忙的 所以有飞机降落往各个方向起飞 跑道有限 所以你有的时候必须轮流等着 或者它们可能需要燃烧额外的燃料 但我稍后会提到啊 16. 那社群媒体上的图片又是什么 就是那些机师打开窗拍下的自拍照 机师能这样做吗 真正的问题是 这在物理上可行吗 呃 如果是一架小型的赛斯纳飞机 那么对 它们可以 但是如果你看见一名商业客机机师 在一架大型喷射飞机打开窗户的自拍照 那一定是Photoshop 由于气压 这绝对不可能 如果机师在驾驶舱内打开一扇窗户 它会在一秒钟内被吸出 再想象一下 当你以每小时25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时候 你能把头伸出窗外吗 可能会把手中的相机给吹飞吧 还是把你从飞机上面吹飞 而且 商业科技机师在驾驶舱内拍照也是违法的 达力禁止他们在操作飞机时使用手机或录影 他们应该专注飞行 让每个人保持安全且舒适 而不是在上船的自拍照上面得到一堆赞啊 17 我总是想知道机师在完成长途飞行 并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后会做些什么 他们会在哪里睡觉 要付钱吗 答案令人惊讶 大多数航空公司会为他们提供饭店的房间 航空公司会支付机师 等待下一个航班时所需的一切费用 顺便说 机师通常比较邋遢 他们习惯让东西飞来飞去 而不是把它收好 好吧 这个笑话老到不好笑了 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吧 18 工作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机师有免费机票 前提是有座位的话 但如果他们想升级舱等 他们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如果可以省钱的话 我想大多数人都愿意搭经济舱 虽然搭经济舱会很累 哦 你要我坐直 而且膝盖几乎撑在面前的座位上面睡觉 可以 没问题 19 最后 他们说 一名优秀的机师能够完美地降落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他们是对的 降落可能是机师工作中 最难也最危险的部分 需要降落角度 速度和燃料 才能将飞机降落 飞机越大就越难降落 因为他们更重 更快 更难以停下 顺便说 航空机师间有一句共同的术语是 可以下飞机的降落都是好的降落 这既真实而有趣 把标准设得相当低 显然航空公司希望他们的员工能够有更高的标准 所以啊 请给机师他们应有的尊重吧 那你呢 我错过了哪些很酷的机师知识吗 请在留言之中告诉我哦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么请你给这个影片一个喜欢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但是嘿 先不要起飞 我们还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 可以查看哦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然后享受吧 持续锁定我们亮生活频道 我们下转发并且又能亮生活频道 也订阅我们下转发并且会订阅我们下转发并且点击一下